另外呢,我们来看这位教育问问阿宝老师 潮天教的问题 他没有请教他的潮天教在喷水之后 他喷水之后呢 他整个小评有贴色的这个总控 请教老师,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喷水之后会哪种贴色 这就是可能这个水 你的湿气太多冬 湿气太多冬 这种情形我们在这个判断 如果是纯粹是水 这部分来说应该可以很明显去断定 这大概没什么异化 应该也是异病的这个问题 就是水去冬的时候 我们就很容易这个液泥 因为液泥我们代理就叫做水上 所以你在用噴水 可能是漏后料还是怎样 是不是因为当时 他刚刚好在那个时间还是 就是河水吸气更重的这个液泥就很容易来 这个三星 一般就是说 这个辣椒的疫病会比较高一点点 差不多20度起来 如果20度以下就较不容易来这三星这种疫病 不过对我们台湾来说要看到这个20度以下的这种温度 是最大的这个因素 所以这如果是在辣椒的这个地方 一般来说辣椒是辣椒是辣椒 我们说三倍就是说 以这个叶子来说是辣椒是辣椒 或者是辣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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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买 你一定要咬一些 對這種互歪環境有一點的控性 如果是辣椒或是 可以推薦你用這個9%的蛋 這是一個 植物可以很容易去吸收 一個發酵性的 左旋光的氨基酸 對它的耐寒性 比較好 因為它比較不會吃肥 冷的時候 它的性中就這樣高高淡淡 你就用這個下去噴 這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如果是燥到這個紅豬肚 或是這個氣味比較嚴重 它甚至這個東西 這個氣味跟紅豬肚的去吃 這也有多少有一點點的效果 這樣 所以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疫病 這應該 如果是噴水 如果是像叫 蜕色 一般就說蜕色蜕色 或是說像叫 菌水灑到 那種 按綠色 在導色的這種的 這個飯店 這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有時候氣味會變暖 這很重要 這個原因是因為 它這個藏的 對這個 耐熱性 這個 它本來是比較嚴重的一個作品 所以它對太冷的這個環境 它動得不動 所以 你一定要注意這個 剛才說的就是 補充一些營養給它 在外面的這個環境 我們可能就是譜伯伯克 或是說伊德利 剛才有說到這個 像一般我們真的用到 這個亞托民 打蜜粉 其實對這個疫病都幾乎不好 但是現在又說 它要對這個 冠有一點抗性 所以你要讓它 表面 讓它一點 肥粉 一般來說就是 容易吸收的這個氨基酸 這個部分 它就比較容易 抵抗這種比較冷的 這個環境 還沒有 它的危害比較嚴重 通常是有這種 這個差別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傳媒 很多好朋友說 為什麼就要加一些這個 表面 還是說這個 一些營養素 平常是好聽 其實這些營養素 你都可以賣用 就是說很順適 簡單說就是 就這麼順適 這你就不用去用 這個東西你就不用去 不用去 用比較薄的 甚至不要用 也沒關係 但是剛才這種天氣變成 辣椒 辣椒我們在冷冷 你煮比較早 還是說你煮比較慢 你要拖這個 大家都知道說這個時間 都開村這家 因為山頂沒有 我們辣椒在這個時間 我們的天下 所以 你若是有東西人要賣 通常介紹都還可以 問題是怎麼人種不起來 人種不起來 這個原因就是因為 濕氣冬 如果是說 肝變肝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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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嚴重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這個地方 就是說 日本來就比較怕 所以比較難看 比較難看 我們如果我都會 過分說人家可能有三聲的山領 我們有七聲的這個山領 所以三聲的萬 不是說不會生 都說萬不會 沒有什麼好 但是我們七聲就好 七聲的山領就好 所以這個差別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有時候要還可以 稍微幫他做一個這個 但是盡量就是說 你在北平鄉的這個地方 如果是正經風頭 還是旋過頭冷 稍微折一下 折一下 折一下一點風 折一下一點北風 多少多少 多少有一點這個效果 不過現在天氣越來越好 只要有一些營養桌 在這個時候 你稍微幫他做調整 一般 就可以幫他控制了好事 我們在風在這個日本 在那兒以外 在這裏一定要提醒 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因為這個 春天這水 我們如果是有辦法 把這個時間延長 凸到落後 就好處 凸到落後就會好處 有的說 是怎樣 讓落後 落後就是西藏 西藏的原因 多數都是這個疫病 辣椒對日本的 這個很嚴重 在我們台灣 我們要辣椒 我也要不要看人家正吃了 在台北這邊 因為辣椒的這個 消費量很高 所以有時候 那個價差 燒的時候 燒得很痛 真的你都看不太 但是貴的時候 像這次的辣椒 在中國大陸的 那個價錢 真的你看到的 三十五百公克 五百公克 十二塊 九塊 十二塊 十二塊 十二塊是什麼 一個概念 十二塊 六十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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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百公克 一公斤 就是百二 公斤 百二 所以你看到 三十不三十 而且他們的辣椒 還會比較大 不是我們的 僵巾 那樣的小條 所以 基本上 是怎樣 因為沒好過 空間就是沒好過 因為在這裏他們都要用 他們都要種在運勢 他們運勢都種在運勢 這個水汽都很重 所以通風的關鍋 那個概念都沒有到位 所以 這 有很多這個問題 這個疫病他就有 這個疫病他就有 這個疫病他會長 但是他們 在大陸因為 他們都不像我們 罐頭罐到這裡這麼嚴重 那個關鍊 他們沒辦法 倒不掉 所以 在大陸因為他的介紹不錯 所以政治水很少人 做價值的廟 薑也做價值的廟 一個這個辣椒 辣椒用價值 辣椒用價值 他那個辣椒的品種 那一粒字 可能不需要一塊 但是那個頭 那個頭三塊 那個辣椒的一個 這個價值的沙 跟那個白皮差不多三塊 要不算吃的一樣錢 我們台灣剛才倒冰 我們那一粒 薑也頭很燙的 接稅很貴 對吧 以優如來來說 辣椒剛才倒冰 接稅很燙的 那個薑也頭很貴 那個辣椒的這個頭 沾木 但是他起來 他抗疫病 不然有去參觀過 哇 那真的是在六五天的時候 那真的是 兩棲部隊 都喝水 拿水之後 他的頭也不會暖 不會怎麼 辣椒繼續大 像這樣就可以了 剛才一次就可以了 所以這是一個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說 沒有吃這個情形 沒有吃的這個情形 吃的 這個辣椒 你一定要看這個好 優惠會中 漿頭這麼厲害的處理好 所以你在煮的時候 那個油不要泡湯 煮好有焦雲 漿頭這裡 把它煮好會中 因為那個伊芳 後來不要煮好 因為有時候 辣椒在煮好的時候 不是看到 我們像火鍋 它直接就吸油 你看很快 在那個漿頭 就直接吸油你看 辣椒不一樣 有時候你在土面 你看不到 你不會有煮油 它會從筋先開去 筋全部打開 整個溜皮 口袋也沒有幾條 這就吃辣 所以我們如果漿頭 如果剛才比較濕 這個底 你稍微處理一下 這樣可以在這個財壁上 你可以延長 延長延長 那這種東西就是 漿頭就是我們的 好壞就是我們獨的 對 這是給你稍微做個參考 這大概在這個藥米 這個風景上 你可以稍微注意到 這個提供 給你了解一下 好